记者罗子星综合报道,南韩人气男团,十亿一亿,成员中炫经传出烧炭自杀,得年27岁,正经南韩演艺圈及群亚洲粉丝,尤其他才刚在12月9,10日举办个人演唱会,才过一周竟发生憾事,令许多粉丝难以接受。 据韩媒报道,钟炫被发现昏迷于首尔清潭洞一处租乌室公寓,发现时其实已无呼吸心跳,送医急救后人不治身亡,而他所属经纪公司SM娱乐一直没有回应,就在稍早终于发布声明,证实这个悲剧,钟炫离开我们了,他热爱音乐,是舞台上的艺术家,这对SM娱乐的艺人和员工都非常悲痛。 自由电子报关心您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渡过难关,SM正时钟炫身王,翻设字,newsys。